音樂 音樂 當一個樂器師正確來說是樂器白癡 他家的地方已經不夠容納他懂得的樂器的時候 就真的要想些辦法 卡洛斯懂得的樂器之中 除了鋼琴、本風琴之外 Drum Set 算是最大件的 而這個Yamaha DD75 Drum Pack 真的可以解決問題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風琴奇合卡洛斯的頻道 請按右下角訂閱 如果想第一時間接到新影片的通知 請按叮噹 歡迎大家按讚 和留言問卡洛斯問題 快點拆開箱 你會發現配件有很多 有兩個Pedal 一個Carry Bag 還有另外添置的Pedal Headphone 古椅等等 究竟能夠滿全我的要求 那就要試一下 其實卡洛斯的要求 不是真的很高 我是希望有套股 可以幫到自己練習一下 或者夾一下Bang 好了 這裡就是我的工作房 這邊是電腦 這邊是 工作桌子 工作桌子 工作桌子和玩音樂的地方 之間有一個鎖 我就放了這套鼓 你看到整個電子鼓 就靠這個均固架之之主 由於它上面都相當重 從心高 不是很穩陣的 先試一下 先試一下 首先要講一下Pedal 如果Pedal 你用它原裝的 Pedal 1和Pedal 2 我覺得就不行 這樣踩下去 都不知道什麼感覺 用腳踩 但換了這兩個腳踩 就不一樣了 這個呢 Kick Pedal 為什麼要插在這裡 它就是Pedal 2 Hip Head Pedal 然後就是有這個 兩個Pedal 就要放到 有八字形的位置 因為震鼓也是這樣 讓你兩隻腳踩上去 和打鼓 顏目做法 好像出來 使用來打鼓 先來看Pedal 什麼叫做Pedal Pedal 打鼓人呢 叫做Pedal Pe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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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踢低音鼓,大鼓 踢當然要好好力量,看看這個能否受力 塞一下就沒有聲音 但你先踢一下就有聲音 感覺也不錯 好像跟真的彈力差一點,但感覺也不錯 我們來看看Hi-Hat Paddle Hi-Hat就是那個叫開合拔 踢下去就應該有聲音 踢下去就合起來 踢下去就用腳指 用Toe 就是這樣聲音 如果放開它,我們叫Hill Hill就是腳跟 用腳跟就是沒有踢下去,就是這樣聲音 Hill Toe 所謂的Hill Toe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感覺好像跟真的Hill Toe是有少許分別的 因為真的Hill Toe 你Toe的時候要用少少力踢緊它 Hill Toe才真的會合起來 但這個就似乎輕輕力踢緊它就可以了 好,先來看看位置 這個就是小鼓來的 很明顯是前面兩個鐘鼓 這個就是Four Tom 這個位置是跟回一套鼓的 當然就是收窄了 你地方不夠,你就不要太多要求 這個就是 調查 這個也是調查 左右調查 我們叫Right Symbol 這個就是Crash Symbol 這個就是Hi-Hat 先說一下 我們先試一下 Path的感覺 它是有大勢力的 有大勢力的 有大勢力的 有Dynamics的 接著來看看功能 由左邊開始看 這個Master Volume 很明顯就是 控制歌的大小聲 後面還有外接M 你不夠大聲可以接M 這個轉盤是什麼 這個轉盤是一個輸入的轉盤 譬如現在 正常來說 這個數字 就是 第幾套鼓組 這裡好像有一百多套鼓組 有些比較特別的 這樣 打不同的音樂 要用不同的鼓聲 下面還有一些示範 卡洛斯 買來就是當鼓打的 這些功能 對我沒有什麼作用 這個Click 就是用來打拍子 打鼓的人通常練習都需要用拍子機 拍子機的速度 可以用這個來調整 拍子機的速度 究竟整體來說 能否滿足到卡洛斯的要求呢 我們試試來打一下 普通的Drumset的Pattern 打鼓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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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都可以用的 不過對卡洛斯的眼界 不是那麼好的人 這麼小的一部 很多時候會 打鼓聲 打鼓聲 我覺得它是符合我的要求的 反正我都不是一個專業的Drumset 我又不會用它來真的 用來打鼓的Skills 主要我的用途 都是自己和自己夾一下Bang 或者找四兄弟一起夾Bang 所以我的要求 打到就可以了 而且這套鼓 它也有得打大勢力 即是我們手上的大Mamaze 因為我有另外一套 捲得起來 響和響 那套只能夠作為悶 還有一個好處 因為這套東西 是可以接駁什麼 可以接進去電腦 那我只能用它來輸入電腦 不用打鼓的電腦 整體來說 這次的購買經驗是100分 如果大家喜歡卡洛斯為你介紹樂器 記得按讚和評語 拜拜 那些是非常好的 這次的購入電腦